今日有地产中介在朋友圈放售疑似月坛天王周杰伦在日本的豪宅 还声称如果购房可以直接跟周董见面签约 据悉这间豪宅位于东京元宿 根据曝光的图片可以看到豪宅总共两层高 除了有十分宽敞的客厅和厨房之外 还有一个超大的阳台 而这间豪宅的实用面积为717.01平方米 售价为26亿8千万日元 约人民币1.8亿 想想看都感受得到有多豪气了 另外据悉这间豪宅周杰伦购入才没多久 不知道为何会如此着急的放售 不过有网友表示 能和周杰伦面对面签约已经超级的值 不过既然能够付得起1.8亿 想必购房的人士背景也不简单 但是8月19日晚周杰伦终于看不下去 在个人社交账号中辟谣 还称 骗子要不要我把你抓出来打一顿 并公开这位涉嫌诈骗的中介的资料信息 不少网友马上高呼 天王做事就是霸气 不过周董并没有解释 他所说的骗子到底骗子在哪里呢 是周董根本没有卖房 还是骗子要卖的房根本就不是周董的呢 还是哪怕买了周董的豪宅 也不能面对面签约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